所以改行一道这四个字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都没有法子避免 那就要考虑 来生我们改什么样的行 我们换来一道 事处事发的 无比殊胜 第一位殊胜的是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之道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本经是特别介绍的 详细为我们介绍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 我们知道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讲经教学 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 唯独介绍极乐世界 是多次宣讲 专门介绍的 就很多次 你看看 最明显的 《无量寿经》这一次 《无量寿经》这一次 《观经》的第二次 《阿弥陀经》的第三次 光单单《无量寿经》就不止讲一次 从现在翻译的本子里面去看 去比对 古人就肯定 至少佛曾经讲三次以上 为什么说以上呢 还有七种仪本呢 是传了 我们没看到 如果那七种本子要是在的话 再看呢 可能又看到有不同的地方 如果不是最重要的 佛为什么多次宣讲 我们在这里要细心体会 是不受人的 换一句话 佛的心 真的 不希望我们修别的法门 就希望学这个法门 为什么 这个法门 保证你一生决定成功 它容易的不难 什么人都能修 我在大臣制造好大的选择 最后选择这步 其他的同放下来 连致大师 万年 专修一部 阿弥陀佛 他说三藏十二部 让给别人物 他退出了 八万四千门 八万四千门 饶于他人心 他退出了 一步进 一句佛号 一门深处 常识寻修 他到极乐世界去了 给我们做了好榜 借着欧耶大师 也给我们做了好样子 我们今天 对年轻人 你时间还很长 有的是时间 可以设立一些 大天见论 像我这个年龄 不行了 八十以上 那就是专攻一门 一部无量寿修 一句阿弥陀佛 一门深处 尝试寻修 决定往生进土 改行一道 我改的行 要在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 一样的报神 无量观景上介绍 阿弥陀佛的报神 身有八万四千像 每一个像 有八万四千好 每一个好 放八万四千光明 每一个光明 里面都有 祝福菩萨 不是一个两个 也是八万四千 佛菩萨在那个地方 化身到十方时期 基因众生 教化众生 这个像都殊胜 这像没得比的 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是释迦牟陀佛 对印度人 随语言而说的 那是印度的社会 认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这是人 富贵到几处了 是方便说 真实说 是在观景上 我们要盖这个心 我们要益这个道 这就对了 这一生呢 中头讲了 全对了 这会议书里面说 托人身 托托离 离开人身 受鬼身 错了 受出生身 也错了 那到地狱身呢 那是错得太离谱了 决定不能受留神 可是 我们一定要想得 转身受神 盖心一道 自己做不了主啊 佛菩萨也做不了主啊 天神做不了主啊 盐罗王也做不了主啊 谁做主 是你的业力 这个一定要相信 我们现在这一生 造的是什么因 来生就受什么样果报 夜应果报 丝毫不爽 所以 无论受什么神 你一定记住 自作自受 自己要负责任 与佛菩萨 没关系 与任何人都没关系 这是佛给我们讲真话了 佛对一切众生的恩德 是教训 佛只是把四十真相告诉我们 你想到哪一道 你应该怎么样去修 方法告诉你 你自己去选择 你自己去修修 舍法也 无论是哪一个道 哪道 哪一个道 是哪一种神 华音经常讲的 无量因缘 这是真的 无量因缘 包括什么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力 都是未来世 改型意道的 理论依据 所以说 与任何人不相看 佛帮不上忙 佛是老死 只能教我们